違法違建 違法違建 拆除合理 拆除合理 新竹監石箱 水田部落居民 來到違建寺院門口高喊口號 宣告連日來的土地違建的抗爭行動 成功落幕 而違建寺院高掛的布條 請保護原住民心血 免拆除破壞 以及門口上的抗爭貼文 明顯寫到莫要分裂 喪屍耶穌基督教化的字句 水田長老教會牧師認為 字句企圖製造宗教與族群的對立 違建與信仰不應混為一談 變相的買賣 人頭的買賣 造成我們的土地現在流失的非常嚴重 所以這個跟宗教完全沒有關係 所以我們非常非常堅決的反對 他們如此的用詞 現場將近實名警力維持秩序 新租縣府公務處與怪手機具 也在十點十分抵達現場 就在十一月二十九號上午十點十五分 正式這個挖土機就要開始進行拆除動作 除了是磚頭或者是支撐防務結構的RC鋼骨 整個拆除的動作僅花上二十分鐘完全 居民見狀到處喜悅 那希望能夠持續有這樣的魄力給我們原住民 能夠保護我們的原住民的權益 我覺得這是一個開始 然後讓這些非法買賣原住民的土地 給他們當頭棒喝 然後不要以身釋放 拆除動作就在十點四十分左右完成 新租公務處表示 這是新租縣境內首宗的原住民保留地 違建拆除案 只要有人提出檢舉 一經草額屬實 就會按程序進行拆除 隨著專強的粉碎 水田違建寺院拆除案宣告終結 記者巴魯塞新竹堅實採訪報導